所以能到轻盈不愧时 方是甚到极处 真正到这种地步 这叫问心无愧 那这甚多的功夫可以说是做到圆满 你为己之功也圆满 实际上为己为到极处 你也能成君子 也能成圣贤 但是要如理如法的 下面说此句 即上文见先者于更强之实际 它是见先者于更强的落实 我们读了先者的学问 如果不落实没有用 落实的功夫就是圣读 一记下文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本里 诸恶莫作众善奉林 就是奉行是下句讲的 要真正做到这个也不容易 从哪里做起呢 从哪里做起呢 圣读入手 圣读到了极处 一切恶都不做了 一切善自然就会做了 所以读之不是空空一圣 须知前后皆有功夫 这个读之 前面有个圣字 圣是注意 读之是真正要知道自己 知道怎么样子来独处 来修行 他有前后的功夫 前面的功夫是做准备的 后面的功夫是落实的 所以圣读以前 需要学问思辨 圣读以后 不过读行而已 圣读功夫之前 要懂得道理 明白真相 知道善恶是非好丑 才能做到 是道则进 非道作退 不履邪境 不欺暗时 所以不学怎么知道 学古圣先贤的道理 那这里讲的 四个 博学 审问 圣诗 明辨 学问思辨 就是学 这个功夫用下去了 就是你解门 入了 入了之后 还要有行文 戒行并重 把你所解的 用到你的 日常生活当中 那就是 赌行而已 赌行是认认真真的 去做 赌行 用我们现在简单的话来讲 也是两个字 真干 明白一条 就做一条 明白两条 就做两条 真干 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老师 对得起 古圣先贤 诸佛菩萨 这是 圣读的功夫 此语上句 用意最深 功夫最细 分明是 帝君自道 其所得 不许 不许俗人 问经 圣读之一 清颖 跟上句 见先者 于更强 用意 最深 用的功夫 也是最细密 真正圣读 做到了 究竟处 内心深处 一丝一毫 不正的念头 都洗涤的 干干净净了 真的是 不容豪分 不善 见诈 这个是文昌帝君 自己说 他的修学之所 德 他的心得 这不是正入 境界的人 说不出来 一般俗人 难以理解 不能问经 就是达不到 这个境界的 达到这个境界 叫什么呢 佛门里称为菩萨 你看十三夜道经 里面讲的 菩萨 有义法 这是菩萨的 修法 这是什么法 为与昼夜 常念 思维 观察 善法 令诸善法 念念增长 不容豪分 不善 见诈 文昌帝君 他做到 怎么做呢 一个是解 一个要行 解是见先者于更强 行 就是 慎读之于轻盈 做慎读功夫 下面又说 读之之始 读之之境 人人皆有 各个不同 这个读之的时间 境界 人人都会有 人人都会有 独处的时候 一个人在的时候 肯定会有 而且都不同 那么下面举几个例子 明者 有明者之独之 利者 有利者之独之 这讲的 要明要利的人 他们也有他们的独之 他们心里想的什么 他们自己清楚 别人未必清楚 可能很隐蔽 别人不知道 这叫独之 要解夜市茫茫 不知觉悟 那么这些人 迷惑颠倒 沉入夜海当中 茫茫夜海 不知道觉悟 被名利 被名利 所 沉默了 沉默于名利之中 辟知 龙不见石 鱼不见水 人不见尘 血肉之躯 不见鬼碎 自然之事也 这不知道觉悟的糊涂人 就好像 这个龙 见不到石头 因为龙可以穿石而过 鱼不见水 鱼他看不到水 鱼在水里 就好像人在空气里一样 自由的活动 人不见尘 很多微尘 灰尘 我们见不到 也不受他的障碍 那血肉之躯 就是我们人体 人见不到鬼碎 人见不到鬼 实际上 鬼就在我们旁边 我们肉眼见不到 这是因为什么呢 肉眼所见到的 叫可见光 可见光是很少的一部分 科学家告诉我们 可见光的 这个范围 在整个光谱范围里面 只占2% 换句话说 98%的东西见不到 像我们现在 医学里面用的X光 紫外光 都见不到 红外线也见不到 还有些伽玛射线 宇宙里面的那些种种射线 都见不到 这些都是光 就见不到的东西多了 只是自己茫然不知 这是在凡夫里面 很自然的 若于魅爽之时 回光返照 这个能够觉悟 就是难能可贵 如果在这个魅爽之时 魅是昏魅 糊涂 爽是擦错 如果是糊涂 擦错的时候 懂得回光返照 觉悟了 能够回头 去检点自己 这个人 难能可贵 他就是做的 慎毒枝的功夫 下面是举出 一些例子 教我们 怎么样子 毒枝 人 最重要的是 自己能够 检点 性差 下面问 试问 五于 父母兄弟前 稍能尽其孝涕否 孝涕是根本的道德 在父母兄弟前面 能不能尽孝涕 问问自己 与亲族朋友间 果能已成相遇 偶居无猜否 跟亲戚 朋友 在一起的时候 能不能够 以真诚心 相待 去真诚 去真诚的 敬爱他们 光怀他们 照顾他们 跟他们一起居住 偶居 是跟他一起居住 能不能做到 无差 差是 差疑 不信任 五人关系里面 讲的 朋友 是朋友 有信 信里面 没有差疑 有差疑 这就没有信 更不能互相欺骗 与灵采之际 果能 见利 私益 不受人 不受人间 造孽 潜伏 这遇到财了 一般人都爱财 那么君子也爱财 可是取之有道 符合道义的才能取 不符合道义的 不能取 所以遇到这些金钱 财物 要想到 符不符合道义 该不该拿 所以建立要私益 不能建立了 就忘义了 如果是造孽之钱 我们不能受 宁愿饿死 都不能够 接受 造孽的钱 为什么呢 接受了 自己就造罪业了 造了罪业 来生 得的苦报 比现在更苦 有智慧的人 绝不做 而且要深信因果 一饮一着 莫非前定 我们命中有福 到哪里都会有福 人家给我们的钱 还是我们命中之福 所以你把这些造孽的钱 拒绝掉 没有把命中的福 拒绝到 反而更增加了 因为你有道义 你又修更大的福 下次来的钱 会更多了 所以真的是 君子 乐得做君子 他遵守道义 而又不失命中的财富 你看 乐得做君子 小人 冤枉做小人 小人建立妄议 贪取这些造孽钱 贪来的 还是命中本来有的 不贪也有 多冤枉 下面呢 这都是自己检点自己 与行住坐卧中 曾念其天地父母之恩 私欲报答否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起居饮食 行住坐卧 能不能够念念想到 天地父母的恩德 知恩报恩 特别是修行人 要努力的修行 把这个功德 回向给父母恩 所以常常思索 常常反省 有没有忘记恩义 实在讲 如果 如果犯放逸 懒散 懈怠 行出那种 不义的行为 这都属于 忘记恩义 父母之恩 没有报 自己 自己就堕落 下面呢 每日自朝之暮 曾有一二时中 法寄人 利物之念 否 这也是要 常常啊 简点 从早到晚 二十四小时 有多少时间 真正发起啊 救济别人 利益众生的念头 是不是念念都想着为自己 没有想过为众生 菩萨念念的为利益众生 那我们呢 能不能够有个一两个时辰 三四个小时 想到 有的话 慢慢在增长 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 到五个小时 到十个小时 到二十个小时 二十四个小时 都是念念为众生 那恭喜你了 你就成菩萨了 下面说 欲美色不留叛否 太上感应篇上面讲的 践踏色美啊 起心思志 见到美女 有没有起心动念 这个美色过去了 还有没有啊 思念不已 这叫淫念呢 这是恶 这是女子 见到美男子 也是这样 有没有流叛 都要从内心 隐微处啊 默默检点啊 有 则改之 无 则加冕 见人得意 是 无嫉妒之心 否 见到人家 福报现前了 春风得意呀 能不能够随喜 还是会起嫉妒心 心里不好受 不愿意他这么好 如果有的话 这是心灵的肿瘤啊 佛法里面把嫉妒啊 称为三重障之一啊 重大的障碍 障碍你心性的流露 它是作恶的因缘 这个要戒除 所谓见人之德 如己之德啊 于处顺境时 果能以悲自莫 不骄奢否 那简点自己 在顺境当中 事事顺意的时候 会不会狂妄 会不会呀 骄傲 会不会奢侈 所谓骄奢隐 还是能够保持自己的那种 谦卑的心态 感恩的心态 直到这今天这一切 都是大家成就 自己的德行啊 有没有那么高啊 能够看受大家供养 能够保持这种顺境 以古人 你看都讲到 好景不长啊 我们有没有提起这样的一种啊 这个恐惧性 所谓受宠若惊啊 为什么好景不长呢 因为德有亏欠 好景来了 骄傲 放逸了 狂妄了 那就好景不长了 下面呢 不灵略 无告人 否 无告人 就是无依无靠之 我们能不能够啊 爱护他们 有没有啊 欺凌 虐待他们 因是当前 能念及农夫之憔悴否 见到了 饮食 会不会啊 去分别 去啊 这个挑他里面的好饿 好吃不好吃 会不会生这些烦恼 还是呢 感恩 感恩农夫啊 种这些粮食不容易 费尽的辛苦血汉 这是古诗所谓的 除河日当午啊 汉地河下土 随之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这个要提起这个念头 所以对饮食啊 也就不会挑了 见凭者来起 必能烧油 以周知 无厌恶心 否 见到讨饭 有求于我们的人 那我们能不能够啊 尽自己的能力啊 去周知他们 还是啊 会起厌恶心 厌恶他们 不想帮他们 嫌弃 躲避 这个心呢 也就不善了 例子规上讲的 凡是人 继续爱 天同富 地同在 怎么可以对那些贫苦之人 最需要帮助的人 而舍弃厌恶呢 所以如是足以简典 这独智之计啊 必有大不欠于怀者 岂容轻于自束缚 所以这样子一一将简典 所以这一段话 甚至我们可以把它 操录下来 常常的去读诵 去检点自己 在读知的时候 一个人的时候 就不会呀 有任何不满 不和 或者是怨恨 这样子啊 不会呀 轻轻 轻 这个 轻易的宽恕自己 对自己要严格要求 严以律己 这古人做圣毒的功夫啊 丝毫过恶 都不放过 所以成圣成贤呢 就快了 下面呢 暗示先生举出啊 三则故事 给我们说明 第一个呢 第一个呢 叫建列 新喜 出自于啊 姓李终止 这是讲到 宋朝的大儒 是一位理学家 陈浩 兄弟两人 陈浩 陈义 这是讲 陈浩 自博纯 后人都称为他 明道先生 大学问家了 那么少年的时候啊 很喜欢打猎 后来呢 遇到了 莲锡先生 周敦仪 这是他老师 于是呢 在老师会下啊 断出了这些恶习 打猎是杀生啊 儒家 以仁爱为本啊 都不允许打猎 这佛家更是要戒杀 然后呢 把这个啊 喜好打猎的 这个习气啊 断出了 就跟周先生说 我已经啊 没有这个爱好 周先生呢 说 你讲的这么轻松啊 虽然你现在 没去做这个事 但是你心里面 还会隐藏着念头 只是没有 把它萌发出来而已 一旦萌动了 就和重现一样了 所以这个陈浩啊 就一直在努力的 改过 过了12年 偶然呢 看见一个打猎的人 发现自己心里面呢 还会生起一个欢喜心 过去小的时候啊 那种爱好打猎的那个习气啊 在心里面呢 还会浮动出来 他觉察到 这才相信呢 他的老师 这个话没错 那么 暗示先生 在评论当中啊 是这样说到 戒杰杀放生 乃为 善去 乃为善 去恶之 最容易是 戒杀放生 这很容易做 断除恶之后啊 断除填裂啊 又戒杀放生中啊 最粗浅是 一个人 要守杀戒啊 不再杀生了 断除 打猎 这是很粗浅 很直接 要做的事情啊 以明道先生之嫌 又竟十二年之学到 而方寸杀鸡啊 尚未断尽 一户惊眼 持绿之高生啊 天神皆为敬礼也 这是暗示先生感叹了 明道先生 这个 陈浩 以他的贤德 还经过十二年的学到 方寸杀鸡 就是心里面 方寸是代表自己内心 内心里面的杀生的念头 还没完全断尽 所以十二年后啊 看到猎人打猎 心里还会动心 还会生欢喜 杀鸡未断尽 所以我们才 了解啊 那些 持戒经言的高僧大德 经言道啊 连内心中的念头都寄出的干干净净 按照戒律来讲 动一个念头就是犯了戒 所以得到这些高僧啊 这样经言持练啊 天神都为他敬礼啊 那么下面说 绝后先生 主上元 宪部 这后来 明道先生 他做了这个啊 上元宪部啊 这个官 建乡 多 交感 以取 鸟者 先声 先声 敬折其感 且下令啊 敬止 想此时 一片杀鸡啊 尽断 你看到后来 啊 这个 见到啊 乡人 用那些啊 交感啊 来取鸟 捉鸟 于是呢 他就下令啊 把这些感 全部折断 禁止啊 捕鸟杀生 在这里 我们才看到啊 此时 明道先生 心中的杀生念头啊 才能讲 断禁 这又是以后的事情了 所以啊 不容易啊 断是容易 心上念头 要断掉 这是需要啊 长期 慎读 醒茶的功夫 所以下面 下面说 奇特 十年读书 放去的一金字 十年读书啊 放去的状元二字乎 这个话讲的耐人寻味啊 古人讲究的十年寒窗 一举成名 所以很多人读书为了什么 为了成名啊 读书 读到最后 就会傲慢 精就是傲慢 以为自己啊 见多识广了 以为自己是圣贤君子 起了傲慢心 这个不容易啊 佛法讲 傲慢是与生俱来的烦恼 只要有我 这个念头 就会有傲慢 难断了 十年苦读 即使是读圣贤书 也未必断的这个慢子 不要说 这内心这个傲慢的烦恼了 就是一般名利 的贪主 也未必断得了啊 十年读书 有人就是想为考取状元了 心里有状元 这种名利思想 这个读书啊 还没读到真实处啊 读来读去 还是个名利汉 所以啊 读书啊 读到什么呢 把状元二字啊 去掉了 也就是名利思想啊 都断除了 这叫读成功了 啊 就是佛法讲的 把贪嗔痴给放下了 贪嗔痴慢 统统放下了 那这些都是啊 内心当中的思想 要慎读啊 要醒茶 那么下面呢 举出第二个故事 出自于高僧传 偶动邪念 这讲从前呢 有一位禅师 深入京葬 研究禅礼 而且呢 道风啊 也很高 想必持戒也很惊艳 那么于是呢 想求啊 他的和尚 他的师父 传授啊 一波 可是呢 他的师父啊 没答应他 他心里呢 就有一点点的不满了 和失望了 后来他的师父啊 去世二十年了 那么这位禅师呢 偶然呢 有一次走到 这个小溪旁边 远远呢 看见呢 这个和对面呢 有一位女子啊 在洗脚 那么这位禅师啊 就动了一个念头 这个女孩子的脚啊 皮肤很白嫩 正是有这个念头 一起来 忽然呢 眼前呢 就见到他的师父 对他历生的责问 说你这个念头 有资格 得到主事的一波吗 结果这僧人啊 马上觉得 惭愧呀 无地自容 拜地呀 忏悔 那么暗示先生啊 他是注解中啊 这解释啊 他说到 从世俗的眼光来看呢 这动一个念头 这么微细 只不过是啊 微不足道的一点 过过旧 但是呢 如果从戒律来讲 这就属于啊 犯了淫戒 这个 按照啊 这个戒律来讲 他有啊 上品 中品 下品 犯戒 啊 就是啊 这个重的 啊 和轻的 程度不同 如果呢 看见了 每次动一个念头 这已经犯了下品 可悔戒 可悔的罪 就他可以忏悔 但是已经犯了 啊 那么暗示先生这里说 玉戒 里面的六天 啊 就是四王天 刀利天 叶摩天 兜率天 化乐天 他化自在天 这六天 他们的福啊 一层比一层的高 那么他们的玉啊 一层比一层的低 啊 比如说呢 这个 化乐天上的男女 互相看一眼啊 这玉戒就完了 啊 都不用笑语 再高一层啊 玉戒到顶层 他化自在天 听到声音 或者闻到香气 都没有看到 这玉戒也就完了 这都属于犯了玉 换句话说 只要念头一动 这已经是犯了淫欲的戒 那已经啊 让诸佛菩萨 天地鬼神 知道了 你看他的师父 立刻就起现形 这个现出身形 来痛骂他 所以我们看到 世间这些 沉迷于啊 男欢女爱的 这些 欲失凡夫啊 那 这个天地鬼神 又如何唾弃他们呢 好 下面呢 举第三个 案例 叫举念 见你目 这是出自于啊 观感录 讲清朝初年的事情 在无锡啊 有一个官员 叫王某 那么因为啊 这个 一个 关于钱粮的问题啊 被捕了 后来死在监狱里面 结果呢 苏州的金太父王 他的儿子呢 叫做汉光 从京城啊 回家 那么他的船呢 在经过张家湾的时候 忽然呢 听到有岸上啊 呼叫 说我是无锡的王某啊 请求你搭我回去 这汉光一听啊 好好好 答应他 然后呢 说把船呢 靠岸 去接人 结果呢 又没有看见有人 实际上是个鬼魂嘛 他说既然没人就走吧 那船一开动 结果又听到那个呼叫 结果呢 这个汉光就问 怎么回事 就不见人影 只听到声音 那么那个鬼啊 就说了 我是冤鬼啊 这个船现在离的岸了 太远了 你能不能够靠到岸上 我才能登船 那船里的人都很震惊啊 这个鬼就说 你们也不用担心 我只是坐到船的角落上就好了 你们继续啊 干你们的 结果呢 这个船靠了岸 大家就觉得好像有人跳进来了 然后就开船 刚开了不久啊 这鬼又叫了 说不行啊 我遗漏了一个袋子在岸上 里面还有一些钱量的树木 我是要回家呀 准备需要去对质的 这是我的这个 这个啊 一些证据 快点停船 让我回去取 那没办法了 这个鬼需要啊 所以汉光呢 救命人呢 又把船靠岸 他取了袋子 继续赶路 在路上啊 走了三天 走到一个地方 快天黑了 那个鬼啊 又说话了 说你们先站起 停下来 这个地方啊 有朴斋 我要去一去 这汉光问了 什么叫朴斋啊 哦 这个鬼说 朴斋啊 就是啊 世间人讲的诗识 对鬼诗识啊 说我去去就来 结果呢 果然啊 去了一会儿 就回来了 然后他又说 观世音菩萨主谈啊 我呢 吃不到饭 为什么呢 因为我生前很喜欢吃牛肉 啊 观世音菩萨灵坛啊 凡是爱吃牛肉的人啊 都吃不到东西 这汉光一听啊 就大吃一惊啊 说啊 那我平时也喜欢吃牛肉啊 那以后我可不能再吃了 那么过了一会儿呢 这个鬼啊 又大哭起来 那汉光问他 他就说了 天上的戒坛菩萨来了 我不能再在此地了 这汉光说 那你怎么回去呢 这鬼说啊 我还得等下一艘船 才能搭我回去 我不能搭你的船了 啊 结果汉光呢 又停船靠岸 这鬼就悄悄离开了 有这么一个典故 这个 为什么这个鬼啊 最后不能搭汉光的船呢 我们就能够想到 因为汉光已经发了怨 从今以后啊 不再吃牛肉 这一持这条戒啊 戒坛的神灵啊 就已经到了 所以那个鬼啊 爱吃牛肉的 就不能搭他的船了 因为德行啊 不能相应啊 所以你就想到 真正啊 感应片所讲的 父心起于善 善随未为啊 而吉神已随之 心起于恶啊 恶随未为啊 凶神已随之 六道当中啊 都是感应道教 你是什么样的人 感应什么样的生理 这个 暗示先生 讲的明朝啊 有一位将领 叫七级光 他非常啊 喜欢读金刚经 结果有一天呢 有一位啊 死去的战士 来托梦 请求他 给他念一遍啊 金刚经啊 来超度他 结果第二天呢 七将军呢 在那里送经 送到一半 他的那个 奴婢啊 送了一碗茶 递上来 七级光呢 在读经啊 就给他摇了摇手 也没说话 结果那天夜里呢 这个鬼啊 又来托梦 跟他讲 说您诵经 送得很好 只是我只得到 半步的功德 中间呢 夹了一个不用 两个字 我就后面就得不到 这个七级光一想 哎呀 是啊 这我在读经的时候啊 虽然 见到这个婢女 拿水来啊 我没有说话 但是我心里 起了一个不用了 啊 这个念头 夹杂在读经里面 结果呢 这个鬼子 得到半步功德 那七级光在梦里啊 就给他承诺 说我明天 再给你送一步 第二天呢 他就把大门啊 这个房门都关起来 虔诚的诵经 自始至终啊 一个念头不起 送完了之后 晚上呢 这个鬼啊 也来托梦 拜谢 说我已经啊 得到超度了 感恩将军 你的超度 所以你看看 这六道众生里面啊 都能够啊 用心念来感应道教 自己念头一起啊 鬼神都有感知 那现在人 从早至末 从目至朝 杀盗淫妄啊 这些恶念 念念相续 多得数不清啊 那怎么可能 不触犯 天地鬼神 所以从这里 可以看到 甚独之于 轻盈啊 多么的重要 好 下面呢 我们来学习 第七十四句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这两句 我们都相当熟悉 安氏先生 朱解松说到 此两句啊 收缴 全片之局 这是啊 上文的 一个 总结了 诸恶 即上文 淫杀 破坏 等事 众善 即上文 忠孝 尽兴兴 等事 这诸恶啊 莫作 诸恶是包括 一切恶 上文所提到的 啊 勿淫人之欺女 啊 勿载耕牛 不要杀生 啊 不要破坏人的名利 啊 这个婚姻 等等等等 啊 众善呢 这上面讲到的 啊 忠孝 有涕 啊 这个 恭敬 守信 等等 这是全篇的总结 啊 言莫作者 乃禁止 之此 言奉行者 有劝勉之意 所以 诸恶莫作 就是劝我们啊 禁止啊 从事那些恶行 这个奉行二字呢 是劝勉我们 努力的修缮 两句啊 阿难 亦曾言之 鉴于啊 争议阿含经 帝君 或本诸此啊 意味可知 这是 暗示先生 他的 猜测 啊 说 这两句话呢 阿难呢 曾经也说过 在争议阿含经 里面 那文昌帝君 用这两句啊 来作为 全篇总结 或许呢 他是引用佛经的 因为我们前面呢 学到 文昌帝君 他也是一个 虔诚的佛弟子 所以如是道三家 自古以来 都是互相的 原设 寒设 相辅相成 不能够分开 道家里面 你看 这篇文章 是道家文章 也有佛经的内容 也有啊 儒家的内容 儿童口中啊 皆读大雪之道 曾子口中啊 亦说大雪之道 同此四字 而所见浅身 有天怨之别 此二句文啊 亦复如是 这个 这两句话 看起来 意思好像很浅显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很容易懂啊 可是你要知道 正如儒家里面讲的 大雪之道 四书啊 儿童从小就会背 他们也念大雪之道 那孔子的弟子 曾生 他也说大雪之道 大雪是他做的 可是这儿童的理解 跟曾子的体会 这大雪之道啊 同样这个名词 同样这四个字 所见的浅和深呢 那有天怨之别 所以这两句话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也是这个意思 浅的人看得浅 深的人看得深 喜善性菩萨 网节生于无佛法事 寻求正法 空中告曰 此去东方一万有寻 其国有一女女人 生自卑贱 行貌丑陋 仿佛能致半计一句 半计一句 然其中路啊 隔一淤泥 众广万里 渐行寂寞 这是讲到一个佛典的故事 就是讲善性菩萨 在过去啊 的一生 没有啊 佛法 但是呢 他啊 要寻法 求法心切 虽然没有佛法嘛 但是呢 他到处去找寻 感动了 上天 所以空中啊 有声音告诉他 说你呢 从这里往东方走 走一万游寻 这一游寻啊 是四十里啊 这个路是很长很长的 那么走到那边呢 有个国家 有一个女人 她呢 是非常卑贱的 而且呢 很丑陋的 那么她 好像啊 懂得半句 这个半计一句的佛法 你看看 这位菩萨 她想要求法 不容易啊 要走这么远的路啊 遇到这样一个女人 得到的法 只有一半的技术 或者一句佛法 而且呢 这个路啊 中间还隔了一个大淤泥潭 纵广万里 方圆一万里 这么长 你走进去啊 很可能会啊 被淹死 这是像沼泽地 善性闻之啊 踊跃前行 静过泥河 见此女人 敬礼如否 礼拜赞叹 所以善性菩萨 听到空中的指示 她很欢喜 立刻啊 就去求法 过这个 一万游巡的距离 也就是啊 四十万里啊 还过了中间这个泥河 泥河方圆一万里 终于找到了这个女人 对她尽力 像对佛一样 虽然这个女人呢 是啊 生于卑贱家 而且呢 行貌丑陋 但是呢 善性菩萨 把她作为佛一样看待 对她礼拜 对她赞叹 这个女人答悦 诸佛妙法 无量无边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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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听过半计 一计是四句 半计只有两句 善性拜求 愿闻半计 善性菩萨 你看 她说 我辛辛苦苦来 就是为了求法 我就请您把这半计啊 给我说明 女人答悦 唯有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而已啊 你看 就这半句 半计 两句 善性文知啊 身性清净 思维其意 动达私止 即获神通 飞还本国 辩选此计 降服众谋 善性文知 她听到了这两句 身心呢 得到清净 她真听懂了 这个 女人呢 她知道这两句 可是呢 她未必听得懂 她得不到利益 可是善性听懂 她得到身心清净的 这个利益 她思维其中的深意 悟透了 动达私止啊 就她开悟了 开悟了 就获得神通 本有的神通能力现前 所以她能够飞回去了 不用再走回去了 飞到自己的国家呢 来弘法立生 就讲着 半计 后来还能够啊 降服许多魔障 你看 这个文法的人 听懂了 得到真实力 所以啊 善说不如善听啊 别看这两句啊 实际上 奇异啊 这个无比的深刻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呢 先学习到此地 有不妥之处 请各位大德多多批评 指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